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祖师辈 大家好 很高兴又进入我们马祖网路大学堂 大家来学习武士命理的大华 那顾问来分享姓名学 我们看一个人的名字很快 请问他贵根生效是什么的 今年几岁 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出 他人生的命运的一种特征 那棍介绍了阴阳 介绍了五行 介绍了天干 那今天呢要来介绍地支 地支九十位十二生效 那一七二五三后四头五年六座七八 对不对 背影有狗狗 十几岁 十一九 十一滴 我们台语都很会论 所以我们对十二生效很熟 所以我们今天开始来介绍生效 那因为我们的姓名学 十一 生效是姓名学 十二生效是姓名学 所以对生效的地支要很了解 很了解 比如说我们看民族当中 你姓郑的 郑成功的郑 那你郑呢 这个民族里面有个郵 店里的店有一个郵 那就是姬 那这时候你比对 你是哪一年生的 是哪一个生效 生的 你是牛年今年生的 那牛跟鸡三合 就会互相的帮忙 就会欣赏四成 就会大胜 所以我们结婚为什么要合八字 天干四个 地支四个叫八字 那你生效如果相冲差六岁 你说结婚不好 不能这么讲 你这样八个字只合一个字而已 搞不好七个字 另外七个字都合 只有一个字不合而已 所以我们不能可以论断 所以要懂一点 所以八字要天干四天干 四个地支下去合 不能只差六岁不好 差四岁也是好 不能这么讲 不能这么讲 所以顾问在这边要澄清一下 对生效性命写 我们要研究生效性命写 对生效的命理写 我们真的要懂 这个生效 它五行是死于什么 它五行也会相生相科 但生效也会喜欢 会排出一张牌子 像鸡 你的名字里面姓正 那如死果的 那果一到鸡 有那个鸡就有鸡潜不灵 可是牛的就是很好 牛跟鸡刚好差四 可是果跟鸡呢 我们叫相害 我们叫鸡潜不灵 所以果的民族当中 你不能有这个油 所以我们在写姓名写 对蛇生效的喜忌 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像果喜欢吃肉 对不对 果出骨也可以吃 它杂死 可是比较没有那么舒服 那么得意 可是吃肉就很得意 吃肉 所以有肉字鸡 像顾问的圣 施圣台那个圣 因为有肉字鸡 就会很得意 就很有自信 那有个好老婆 因为第二个字指的是感情 很贫辈 那因编是主女生 主贵人 女人 就有很多贵人 有好老婆 生效的喜忌 相生相克 都会影响我们的命运的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慢慢的探讨 慢慢的套达 可是我们一定要了解 了解 时间是用天干地支来计时的 所以哪一个业 是什么样的地支 我们要去了解 所以今年呢 新的一年 老五年 在圣叶 那你是天干是什么 你要去查荣名利 就会知道那个天干地支出来了 天干出来了 那你就依照 这个天干地支 这名言是烈年年 民国111年生的 就是烈年年 你本身就是烈年 来比对你的名字 比对你的名字 那你的名字当中 可以找十二生效 十二生效 哪一种部首 就象征哪一种生效 那我们先去了解 我们就可以来看命运了 所以 我们开始要学 性命运 天干地支 这个 性命运 十二生效 天命运 一定对十二生效 要很深的了解 所以 顾问接下来 會一一的帶著大家來認識十二生下 十二弟子 那我們的很多的用詞 比如說剛好提到七錢不靈 然後也有人一三不容二虎 一三不容二虎 你死老虎的名字又老虎 那你一三不容二虎 你家裡的人呢 只有你死老虎的 不可以在我家裡再有一個死老虎的 那一個三就是一個家 就不同兩隻虎 就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很多在乘以上 很多到十二生肖用的非常非常的多 牛頭馬面 牛一道馬 那你就著牛頭馬面來找你 你就做牛做馬 就做牛做馬 對不對 那羊入虎口 你是有美麗的每次羊 你死老虎的 那你要很小心 走到那個 養那個部首的人碎市的時候 你羊入虎口 就很容易在馬路的虎口中吃事情 就吃車禍 吃意外 很多狀況 很多狀況 就羊入虎口 還有半隻吃老虎 有人的名字 有家庭的家裡面有個隻 那死老虎的 就會半隻吃老虎 他要裝笨笨的 就大隻肉依 就很有智慧 可是裝得很笨 他就很聰明 所以我們很多成語 各位發現都是用到這些動物這個生肖 蠻有意氣的 就是我們寫姓名寫會覺得好好玩喔 我們會跟古人呢 玩在一起 古人的智慧玩在一起 所以寫這個姓名寫 就可以開我們的慧眼 所以馬祖母呢 就教我們一定要寫起武士道法 寫起這個姓名寫 你用天干地支 五行 陰陽 相生相克 喜悸 我們就能開我們的慧眼 來指導別人 來幫助別人 來了解人家的災難 幫人家預防災難 就開我們的慧眼 智慧的知見 我們可以看到了 看到了 見就看到了 知道了 然後用我們的智慧來幫人家離苦得樂 所以我們可以好好來學習這一套姓名寫 讓我們慢慢來研究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馬祖祠輩 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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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大家